日前,我国40余架战斗机飞抵南海 开展了一场逼近实战环境的红蓝对抗实弹演习 成功摸离了我航空兵的作战能力 紧接着轰6K的铁翼在南海地空之中 翱翔身影尚未散去 南海的岛礁上又传来了好消息 我国一向很重视南海各群岛的开发与利用 而在这方面 我国做的最大的动作便是舔岛工程 利用基建技术的优势 我国舔岛进度可谓突飞猛进 引得网友纷纷赞叹其为大自然的北斧神功 靠着这般北斧神功 过去的永蜀礁已经成了永蜀岛 同时我国科研人员在上岛钻井勘查时 还意外发现了一个好消息 永蜀岛下运航淡水资源 众所周知 水乃生命之源泉 特别是在大海之上这种体会更是尤为深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大海岛礁之上稀缺淡水资源 有时候比工业黄金石油更为珍贵 我国在开发和守卫南海珠岛礁 其最大限制便是淡水资源不足 对于需要守岛保土的光兵们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以后可以直接利用永蜀岛下的地下水 大大减轻了岛上缺乏淡水的窘迫之境 或许有的人会问 既然有淡水资源 为何现在才发现 为何不早点打井解决岛上缺淡水资源的问题呢 其实这个答案并不难解答 因为永蜀岛地下早前是没有淡水的 此间不过是由于我国填海造岛所填出来的 在各种岛屿上 有种神奇的现象 叫淡水透镜体 古名思义这就是在岛屿的地下 有一块突透镜一样 中间后四周薄的淡水层 不过要想形成这种淡水透镜体 岛屿必须达到一定的面积才行 所以随着我国吹沙田岛的进行 岛礁越来越大礁盘的下方 才会慢慢形成淡水透镜体 这时才能够让大的精力涌出鼓鼓清泉 南海的其他岛礁也是同理 只要越填越大也都会生成这种天然的水库 淡水透镜体在南海岛礁上的发现 不仅帮我国解决了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也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尽管南海周兵其他国家 也试图通过填岛填礁的方式 来侵占我南海主权 但他们靠铲子和沙包的原始填岛方式 实在贪满 把岛礁填出淡水透镜体可谓遥遥无期 如果岛上缺乏淡水 即使这些国家占领了岛礁 只要我国切断不及不需太多时间 他们便得渴得不公自祸 但我只能参加了一段时间 那里有点能够的地方 在这里有点能够更加的地方 如果岛礁拥得太多时间 再能够更加的地方 再分析放下去 一段时间 如果岛礁拥得太多时间 那里有点能够更加的水分 提供放在那里有点水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